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媽媽永遠會是 影響你最深的那個人 小時候的印象 媽媽總是沈浸寡言 就連生氣也很少見 默默的照顧自己家 我想 唯一堅持的 是她那白色的無印良妝 配著溫暖的卡吉色裙 和她那一千零雙白鞋 好 印象最深的是 就是她的白鞋總是乾乾淨淨 相對於初知大業的我 總是好奇 一雙鞋子穿了好幾年 為什麼還可以保持如此的白淨 最近某一天 我忍不住就問了我媽 為什麼都不換一下裝扮 媽媽只是笑著淡淡的回應說 因為習慣了 懶得換了 這樣很好 回憶中 小時候的生日禮物 第一次有印象的也是一雙白鞋 我想那是因為簡單所以習慣了吧 也是因為好穿所以習慣了 也或許 也或許是她看遍了太多東西 最後她留下來的這些 對她而言 是最簡單也是最美好的 媽媽今年的生日 我用第一次工作賺到的薪水 買了雙她最愛的白鞋 也想告訴她 我也習慣了有她的愛 也習慣了愛她 我們待會兒 我待會兒